知情人士透露,特斯拉全球供应管理副总裁Lion O'Connor已经离职,这是在短短数周之内选择离开特斯拉的第五名高管。 此前,该公司通讯业务副总裁,首席快计官、人力资源官、全球财务与运营副总裁相继离职。短短数周之内,特斯拉经历人士矩阵,已有至少五名高管相继离职。 9月20日周四,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,特斯拉全球供应管理副总裁Lion O'Connor已经离职,马斯克又是议员大将。 2015年3月,O'Connor自苹果公司跳槽到特斯拉,在担任了一年资深总监,后升职至副总级别。 自8月底以来,特斯拉管理层动荡连连,负责通讯业务的副总裁Sary O'Brien率先请辞,在9月7日离开公司。 随后,上任近一个月的特斯拉首席会计官Dave Morton也因公众对公司关注度超出预期辞去职位。 Morton此前是著名硬盘生产商西杰科技的首席财务官,在那里工作超过20年。 同日,有消息称,特斯拉首席人力资源官David Lidardo也将离职,不会在休假结束后重返岗位。 此人于2017年5月从议店跳槽加盟。 上周四,彭博社又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,特斯拉全球财务与运营副总裁 Justin McNeil即将离职。 在2015年从苹果跳槽过,来后,McNeil是直接向特斯拉CFLDポッカ・HOOL汇报的最高级别管理人员之一。 有分析称,Martin、Toledon和McNeil的离职与特斯拉私有化,以及6月公司宣布全面重组,将裁掉9%的岗位有关。 特斯拉内部的常见做法,是在正式辞职前休假,例如前首席工程师Darkfield从5月起休假,6月27日最后一天上班,随后被曝出重返老东家苹果公司。 而特斯拉制造机械主管Shan Jackson上周表示4月就已开始休假,9月初正式停止了工作。 Loop Ventures创始人、资深投资源是Janine Muter此前表示,过去一年里数十名关键高管离职,从侧面反映了马斯科的个性也许很难共识。 很多离职高管跳槽去了竞争对手,削弱了特斯拉在自动驾驶和电动车领域的竞争优势。 来自高层的冲击不仅影响现有员工,也会影响未来可能加入的员工。 不管马斯克工作有多努力,但没有人才,特斯拉就无法竞争。 高层人士动荡剧烈,马斯克急击出手重整旗鼓,以期稳定军心,马斯克不仅提拔John Gallen作为汽车业务部的总裁,人士负责人和首席会计官的人选也从内部着生,曾管理特斯拉电池工厂的Kevin Koskett和首席财务官Depad Huia将分,别接手这两个职位。 此外,David Arnold也将被提升为全球通讯高级总监JT O'Brien的职位。 不过,特斯拉面临的麻烦还远不止这些,此前马斯克搞出的天价私有化闹剧虽是取中人散,却还未迎来结局。 知情人士趁美国司法部正在对特斯拉和马斯克进行刑事犯罪调查。 与此同时,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对私有化事件的民事调查也在进行。 与此同时,马斯克本人还在直播节目中吸食大麻,引发不少争议。 内部人财流失叠加马斯克,连番失误,令投资者感到不安。 今日,特斯拉收跌0.23%,股价来到300美元下方。 今年迄今,特斯拉股价已经跌超5%,目前市值保持在510亿美元左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